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您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台北的天空》 这是由阿芳张清芳所演唱的 《台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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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我年轻的笑容 还有我们休息和共享的角落 《台北的天空》 《沉在你我的心中》 多少风雨的岁月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好跟自己相处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无法独处的人 那么当你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并不能真正享受跟朋友在一起的欢乐 而是想要把生活里面那些不能自处的部分 全部把它给填满 所以我常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享受孤独 才能够完全的去享受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欢乐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最近在网路上出现了一个叫做国际孤独等级表 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国际孤独等级表里面 你的等级到底是在哪里呢 那很多网友看了之后呢 都心酸 然后为自己分级说 哦我是第一级 我是第二级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从第一级到第十级 您想想看您是落在哪一个落点上 我们来看看第一级的孤独等级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人逛超市 这个等级是最普通的了 去超市买个东西有什么好陪伴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概是大家都能够轻松达成的等级 但是也不一定 我也真的遇见过一些女性朋友 本来还蛮独立的 后来谈恋爱之后 就突然之间好像失去了身体里的某一种机能 就是自己一个人做事的机能 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都要拉着另外一半一起 包括逛超市也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呢 当另一半想要逛的 跟他想逛的不一样的时候 又会因此而发生不愉快 甚至于吵架 所以与其如此 还不如一个人逛超市吧 那么到第二等级 就是一个人去餐厅吃饭了 那一个人去餐厅吃饭 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比方说情人节的时候等等 其实我觉得情人节要找到一个人去吃饭的餐厅 还不容易 因为都是动不动就推出什么情人节特餐等等之类的 那么当你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 你要忍受旁人在那边亲密的谈话 深情的对望啊 然后有时候还会听到一些八卦等等之类的 你是不是能够完全无视于这一些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真的是可以好好享受一个人的主观晚餐了 那对我来讲呢 一个人去吃饭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完全不用管其他人想要吃什么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而且能够听听别人的八卦 对我的协作真的太有帮助了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欢庆的时光 第三个等级叫做一个人去咖啡厅 其实有时候在咖啡厅我们真的可以安下心来 好好的做一些一直没有做的事 或者是阅读一些一直没有时间阅读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一个人的安静氛围 其实真的很棒的 那第四个等级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 据说到这里就是一般平常人比较不会做的事了 但是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完蛋 好那有些人觉得在看到重要剧情的时候 要握住旁边人的手 或者感到感动的时候 要拉住旁边人的臂膀 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大家会觉得看完电影之后 不能够跟身边的人分享内心的澎湃心情 觉得格外孤独 那我个人是觉得只要自己能够体会到就很好了 也不一定非要跟别人一起分享 而且如果要分享的话呢 只要找到同样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分享就好了 也不一定非要在同一个场次嘛 讲到这个就可以知道 我这个人真的是很古皮 到了第五个等级就是一个人去吃火锅 这我也不太明白 一个人吃火锅到底是在孤独什么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涮涮锅啊 小火锅不就是为了针对一个人去吃火锅而做的吗 好再来就是第六一个人去KTV 一个人去KTV我倒是觉得 我觉得啦真的是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通常要去KTV都是为了要去Celebrate 什么快乐的事情 你自己一个人去坐在那边 好像你就是真的是这个是有点怪啦 但是并不会觉得很孤独 只是觉得有必要吗 第七个等级我觉得太快乐了 叫做一个人去看海 其实看海就要一个人 不管是看着海平面忽生忽长 或者是看着那个夕阳慢慢的落下 在海平面上消失在地平线 哇我就是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 真的就觉得整个心灵都被一种很丰富的 满足的感觉所充满呢 怎么会觉得很凄凉呢 好第八个等级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有人认为这个是非常的心酸 因为游乐园本来就是一个欢乐又搞笑的地方 可是你一个人去玩的话 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那这样子好像真的就显现出 你真是孤独到没朋友 可是我自己去游乐园的时候 其实我因为玩其他的对我来讲都不太适合 可是我非常喜欢坐缆车 比方说去香港的海洋公园 我就很喜欢坐缆车 从海面上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滑过去 看着那个海的颜色啊 看着海边的一些建筑物 就觉得好棒 有一种突然之间来到了南欧的感觉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真的不需要一个人坐在我的旁边 拼命的刮躁 或者不断的自拍 我真的觉得够了 所以第八等级对我来讲也没问题 第九个等级叫一个人搬家 那身为独立人士的都会中人 一个人住其实真的是无拘无束 可是如果他搬家的时候 找不到朋友帮忙 必须要自己来 那就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就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吧 你只要愿意请下搬家公司 帮你处理就好了 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凄凉 这只是一个工作方法 和工作态度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看最高等级 第十级叫做一个人去做手术 那网友纷纷认为 这是孤独的最高等级 因为你生病已经够惨的了 结果动手术的时候 竟然找不到亲朋好友陪伴你 所以大家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等级的话 就会受到大家的崇拜 好必须要说实话 如果是我自己有需要做手术的时候 我一定会自己一个人去 而且手术完了之后的三天 我也绝对谢绝亲朋好友的拜访 因为你可以想象做手术的时候 你自己在里面你已经没感觉了 可是外面人着急的不得了 担心的不得了 那个意义是什么呢 害到别人对你没好处 对不对 手术完成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 休息 好吗 这时候每隔十分钟有一个人来探望你 假设你的人员很好的话 你不觉得很崩溃吗 对所以对我来讲 一个人去做手术 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还有点期待呢 好那同时也请大家来 测量一下你的孤独等级表 到底是落在什么地方 接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这是苏慧伦所演唱的 《我一个人住》 你要独处的时候 我就是孤独 你在微笑的时候 我就是幸福 亲爱的我的温柔 你怎么记得住 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 你去流浪的时候 我也被放逐 你想说谎的时候 我变成独注 亲爱的我的温柔 你怎么记得住 在你身边 我像影子一样模糊 在你的世界里 我一个人住 你认为甜蜜 我觉得痛苦 你曾说过 爱情应该是 无条件的付出 到最后还是 我一个人住 跟你的脚步 跟你的脚步 我迷了路 我还难对自己交代清楚 因为我在乎 因为我在乎 你要独处的时候 我就是孤独 你在微笑的时候 我就是幸福 亲爱的我的温柔 你怎么记得住 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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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住 我们要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本书 是新自然主义出版社所出版的 一个人的生活 虽然有点寂寞 却独享自在 那么来为我们导读这本书的 则是新自然主义出版的编辑何巧 嗨 何巧 你好 文娟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们要听到这一首 苏惠伦的《我一个人住》 以前我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的感觉是 这只是他人生的一个小部分 比方说失恋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们会发觉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选择 一个人住的这种生活 而且甚至于就用这样的生活方式 走进了自己的人生的老年 所以这一本书 《一个人的生活》 其实在谈的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因为我们也发现到 其实选择一个人生活的 已经不再像是我们以前想象中 可能都是不婚的 或者是说嫁不出去的 或者是独居老人之类的 当然也不会说是 刚毕业的学生之类的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独居 他的状况可能有自主或者是被迫 自主就像我刚提到 他可能原本就倾向他不婚 那有一些就是他已婚 可是他可能上偶了 或者是他离婚了 对 或者是他离婚了 没错 或者也许他 夫妻因为什么原因 而没有办法住在一起 那小孩又大了 也不跟父母亲住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独居的人口 我觉得是比我们所想象的 还要多很多 对 对 我们之前也查过 光是在台湾 就有大概占了五分之一 是这样独居的人口 对 没错 好 所以我们这本书 一个人的生活 其实在谈的 并不是台湾的人 而这本书讲的 其实是日本的人 并且比较多的是日本女性 可以说她们都是一些 在日本的各行各业里面 表现比较杰出的独居女性 而且她们年纪应该也差不多都是 50岁以上了 普遍 年纪层从50几岁 至到70几岁都有 我们可以来看看说 她们在一个人生活上面 是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精彩 在我们这本书的后面 有谈到享受 把一个人的生活 就提到很多事 比方说吃饭 比方说姜 然后比方说每天过日子 然后应该怎么样 来规划自己的生活等等 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一个人的生活 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里面有一个漫画家叫 小破田爱马 他很特别 他是一直到30几岁 才开始一个人生活 因为在那之前 他就跟爸爸妈妈同住 因为他那时候认为说 自己还没有独居的能力 一直到30几岁 他的作品开始慢慢 让人家都看见了 赚了点心 他觉得他有能力独居了 他就开始搬出去住 他刚开始还不是买房子 他只是就是自己居住 一直到有一天 大概是他是40岁的时候吧 他才开始买他想要的房子 可是那时候 他其实买的只是一块地而已 他走过那里就突然看到一块地 就觉得 这个地方是我想要的 对 那他为什么买那边 因为他脑袋中 之前就已经先预想过说 他想要的房子就是 就是骑着白色墙壁 然后他的地板都是木质地板 然后大大的落叶窗 让阳光可以直接洒进来 对他刚快到那块地 他就买下来了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他买下来后 他就没有钱盖房子了 所以等于那块地 空在那边 空多久呢 他空了五年 对 所以他的朋友就跟他说 你这个房子空在这边 是要交空地税的 原来日本也交空地税 但是他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独居的人 都有这样的特质 没错 他们会知道说自己的目标 在哪一步一步的走 然后他很努力 这小布团很努力就是 继续花漫画赚钱 五年后他终于可以盖到 盖发房子 但是他其实在盖房子之前 他看那个地这么大 他自己心里有个念头 就是这么大的房子 自己住起来 其实好像也蛮孤单的 所以他心里那时候想过说 他想要养一只猫 所以他在设计房子的时候 他还主动跟设计师提出说 我希望我的家是让猫 可以住起来舒服的 那当然没错 他日后真的房子盖好的时候 他也去确实想尽办法 去领养到了一只猫 对但是我觉得 他领养猫的过程 也非常有趣 他说他是透过保护动物协会 去申请了一只猫 这只猫后来名字叫做Lulu 对他说但是协会 竟然原本是拒绝 他的任养申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跟我们台湾 日本跟我们台湾这些不一样 是台湾是其实你只要 他们评估说你是可以照顾猫的 那你可能不会因为家里有小孩 或有老人家 而未来有可能抛弃猫 就可以让你 他们那边是如果你是独居 他们会认为说 一旦你发生什么事 你们家宠物可能没有人照顾 所以他们会一直否决那种 单身的来领养 对啊我现在突然之间觉得 做我一个单身在日本生活好辛苦 好像比在台湾生活还要辛苦 对 所以他很努力 他甚至像那个 留下动物保护协会提出说 即便他是 即便他是一个人住 但是 对 只要能够让他养猫 怕不挑什么要猫 只要有猫给他养就好了 好卑微 对 而且他还跟对方讲说 虽然我就一个人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 都是在家里面做的 就是工作室是在家里 所以其实我跟猫相处的时间呢 可能会比其他人更长 所以最后终于 如愿以偿的 养到这一只猫 而且我觉得这只猫 跟这个房子的关系很特别 因为 书里面有提到说 猫知道在哪里趴着躺着睡 是最舒服的 对 知道夏天要找哪里最凉 冬天要找哪里最暖 没错 好 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 是一个人的生活 虽然有点寂寞 却独享自在 这我看起来觉得实在是 没有什么寂寞的感觉 因为他们都好会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我想和你好过一生 也笑而一个人 我想我的生活很安稳 也笑而不安分 也许是我太敏感 总是在问我最近是否有点闷 心早直到黄昏 有几个小时动人 我会不会已经忘了心感 也许是我太真正 总害怕自己变了你的人 大家知道到门有几个故事发生 我算不算是幸福的人 我算不算是幸福的人 我想和你好过一生 也笑而一个人 我想我的生活很安稳 也笑而不安分 不安分 不安分 直到黄昏 几个小时动人 已经很重 人生陌生的人 最好是你 你走搭乘的是 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是林依莲所演唱的《一个人》 今天我们要来聆听导读的这本书 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虽然有点寂寞 却独享自在 而我们担任导读的则是 《新自然主义》 出版社的编辑何乔 何乔来继续我们来说一说 这位漫画家小坡田艾玛的故事 小坡田艾玛一般他是漫画家 我想大家对漫画家的一些既有印象 可能都会觉得他蓬头垢面 生活邋遢 然后半夜画画白天睡到中午 或者甚至就是到下午才会醒来 这一种感觉一般作家 或是从事玉树工作的人 好像都是这种乖咖 对 所以其实我对漫画家的既有关 你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看到小坡田艾玛一 我觉得他好不一样 他的确他以前 他说他还没有买这房子之前 他确实就是 每天忙到三更半夜 然后做事拖拖拉拉 可是他买了房子以后 他开始学习运动 对 我要先提到说 他为什么要开始学运动 因为他觉得说 自己的年纪已经有到了一个程度 是应该要做一点运动来 保养身体 他中间有学过瑜伽 其他的 可是他最后很热衷于游泳 对 是因为他房子买好以后 他跟朋友出国去玩 然后差一点点溺水 被朋友嘲笑 所以他就受到这个刺激之后 他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 没错 然后他就想说他学会游泳 那他就去报名了 他们那个社区的游泳班 可是社区的游泳班 他不像一般那种游泳池 他可能全天都开放没有 他就是只有傍晚 你看如果一个漫画家睡到中午才起床 然后开始工作 到班王他一定赶不上游泳课 没错 所以他调整了他自己的措席 让自己就是早睡早起 然后早上到班王之前把他的工作完毕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自从去学会游泳 他的生活节奏变得明快了 而且他强调一点 他说运动让他的心理变得更强壮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独居的朋友 可以去参考的 再来讲讲他怎么吃吧 他很有意思 他说如果家里很多人的话 你就要凑合大家的那个时间 对不对 就是他想吃的不想吃 可是我只有一个人 所以其实我如果很饿很饿 又不想做的时候 我可以更简单的吃 但是我也可以更花多一点的时间 去为自己准备餐点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在他的三餐料理上 说简单也可以很简单 比方说他就只是面青菜这样子下去 可是他在事前的一些蘸酱上面 他可能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像他就常常自己做咸番茄 就只是把番茄切碎跟醋混合 再放在瓶子里面冰 冰个几天你想吃的时候 可以把它拿来当蘸酱 也可以拿来做汤底 对 OK 我看到他自己做了一碗料理 就觉得那个面看起来非常好吃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吃饭好棒 好棒的地方不是在于说 你是可以自己想要吃什么 所以我一直觉得他里面提到说 你可以倾听自己的声音 对 有很多人觉得一个人吃饭 就是随随便念便解决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你可以听听看你的心里 告诉你想吃什么 不像我们这种有家式的 可能就会要迎合家人的胃口 清救别人之类的 我想说小朋友很久没有吃鸡腿了 应该做个鸡腿 可是其实你自己也许并不想吃 可是也没办法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介绍的这一位插画家 那这个插画家呢 他还喜欢自己做一些手作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手作也是一件很疗愈的事 没错啊 他常常利用这些手作来打发 他觉得有寂寞的时光 比方说他会去做窗帘 睡衣跟裙子 对 那这些东西他做的时候 还会送给亲朋好友之类的 好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位漫画家 插画家叫做小波田艾玛 他的一个人的生活是完全靠他自己 一点一点的把它变得更完整 而且变得更像他所想要的那个样子 对 他是有目标前进的 是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位 如果还要再介绍下一位的话呢 何强你会想要介绍哪一位独居者的愉快的生活 我会想要介绍阿布炫子 阿布炫子为什么选他啊 是因为他其实年纪在这本书里面算是 最大的吗 60几 接近70还不到最大 但是他给我一种那种学到老活到老的精神 他第一他会安排自己就是一直去国外去跟 就是当技术去技术家庭居住 可是他去技术的目的啊 其实是学习比方说他学习语言 然后比方说他去学习 因为阿布炫子他是一个生活研究家 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家世达人 哦 那家世是其实在各个国家的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的 他去技术的时候他就去观察当地那一户人家 他们在遇到家世的苦恼 跟他们解决他们遇到家世的问题的方法 嗯哼嗯哼 然后他有说凡事都有结束的一天没有永远 能够这么想就不会受到过去的牵绊了 与其计较最后的结果 不如在乎一天又一天的过程 珍惜每天的每一个瞬间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很多的大人 对不对 因为很多大人都会觉得自己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遇到一些伤害的时候 就是纠结在那些事情里面 对而且还有一些可能会一直去 在意自己以前风光的时候放不下 嗯OK好 那所以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因为是一个家世达人嘛 所以他也挺会收纳的 可是他也收集了蛮多有趣的东西 对不对 对他收集了比方说杯垫 嗯然后还有就是篮子 那那些篮子我们一般讲说 啊篮子收集下来干嘛 欸就是因为他是家世达人 他很善用这些篮子的收纳方式 他可以把比方说厨房里面的瓶瓶罐罐 分类放在篮子里面 嗯对然后比方说像我们比方在厨房 不是最常最最多的瓶瓶罐就是调味料吗 对他一个篮子就可以把所有调味料通通摆好 但是当你要用的时候你就只要提出那个篮子 随时都可以拿来用不用说等到你要烹饪的时候 那边手忙脚润的找看你要胡椒啊还是要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他在厨房 我觉得他在厨房有个地方很有趣 我们一般厨房的冰箱啊不是都会 至少有两面是靠着墙壁的 是对那他们家当然也是 但是他空出来的那一面呢他挂满了东西乍看很凌乱 但他有说他说其实啊这样子有个妙用 就是当朋友来的时候假设他要参观你的厨房 你只要往你凌乱的那一面啊盖上一层布 他就整结了OK 这个果然是整理架势的达人会说出来的话 而且我看到他也是会帮自己做料理的对不对 好像是不是这些独居的人都必须要有一个能力 就是可以在厨房里面随时辨出力 对不对让自己很喜欢很满意的料理 而且就算是我们我们一般觉得可能是只是剩菜剩饭 但是可能经过他们的巧手 他就是为美味的料理了 对所以这些独居者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耶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孟文卫所演唱的《完美孤独》 再没有谁的脸色需要照顾 也没有谁的难题需要应付 一个人睡着 一个人睡着 我睡不着 喜欢看书 就看到日出 再没有人有机会 让我受苦 也没有人有能力 让我认输 何必再等谁 一起诉苦 各自忙碌 有什么好处 哦 麻木如何变繁 爱的程序 我早已烂书 可是说 伴侣是身外之物 我又不甘 不负 我希望绝不 又害怕麻木 单身的好日子 又没有虚度 再完美的孤独 算不算 每种不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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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心却 再不会 拜拜付出 所有时间 怎么过 有我做不住 爱过的爱人 一个个说 谁给过我 谁给过我 这一种满足 哦 哦 爱情有一本章 不同应到亏 我早已烂书 可是说 伴侣是身外之物 我又不甘 不负 我希望绝不 又害怕麻木 单身的好日子 又没有虚度 再完美的孤独 算不算 每种 不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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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赵曼娟 今天呢我们有一本书要介绍给您 这本书呢 是一个人的生活 虽然有点寂寞 却独享自在 那今天来帮我们导读这本书的 是新自然主义出版社的编辑 和桥 那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两位独居的女性 她们在生活中是如何安排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点实际的问题吧 可能现在有些朋友她们已经进入了独居的时期 或者是正准备要独居 她会有很多担心的事 比方说我的经济能力可不可以 是不是独居会更花钱等等之类的 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问题不在于到底要准备多少钱 自己才能独居 而是应该要去小解说自己需要多少钱 然后再做规划 对 书里面我们有个小小例子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比方说你可以依照你现在的生活费 然后来计算 比方说我们现在一般人退休年龄大约是在65岁 可是我们的平均寿命又是85岁 等于说你中间可能有20年的时间 那你可以用比方说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是2万元 乘以12个月乘以20年 这样算下来就是你可能需要规划的金额 对 可是你要先想知道的是就是 这个金额是在你健康的情况下够用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生病的话 那个钱就不只是这样子 对所以一个人住的时候 你更应该要去注重自己的健康 真的没错 因为不健康是最花钱的 对不对 好那这个是关于一个人的生活费嘛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呢 因为如果说你退休以后 基本上你的收入可以说是零 你唯一可以靠的就是你可能你的存款 或者是退休金 或者微博的利息之类的 那我们的钱会随着我们的生活 然后越来越薄嘛 那你如何让自己的钱多呢 书里面有教你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增加收入 你可能会想说 我都退休为什么增加收入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兴趣变成是收入 比方说现在网拍很盛行 其实你可以卖点小东西在网路上 虽然那个金额不是说非常的多 但是少少的少少的进来 不无小不 对没错 第二个是减少支出 既然你是一个人住 你就不要再想说要吃的很花钱 或者说老师要装潢房子什么的 然后买很多衣服什么的 不用不用 就是简单生活就好了 所以可能也不再需要养车养房 这一类的事情了 对 最主要是养得起自己 所以减少支出这个很重要 好 那第三个投资理财 就是你可以去请教一些理财专家 或者银行的部分 这样子可以让你的钱 不会说一直越来越薄 然后有一些些小小的收入之类的 嗯哼 他里面他有提到啦 就说要怎么样来大幅降低生活的开销 其实改变住所也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选项 没错 可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要购物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到说 哇我这房子以后可以卖多少 会在意的是赚或赔 因为房子有没有增值的空间啊等等之类的 可是其实你是一个人住 如果我说一直到中老的那一天 那房子是赚赔赔 其实这不是重点 跟你没有关系 不用想那么多 对 重要的是应该是生活的机能 比方说因为你一个人住 你可能必须要让你的住家离大众交通捷运工具 是近一点的 对 甚至是生活机能好一点 因为你可能 离菜市场近一点 对 因为你可能一个礼拜才出去才买一次 是 然后你每一次出去都要跑好远 甚至你可能连医院的或诊所的位置 这些都要考量进去 没错 你自己去看病的时候 不会说再有像以往有个人陪之类的 嗯嗯嗯 所以那种周车劳顿的地方就要尽量避免了 对不对 是好 那买房子呢 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现在的需求 而不是什么为这个房子未来的展望啊 等等之类的 对 好那还有什么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是呢 还有因为你一个人住啊 所以在一些紧急应变部分 你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像准备一个背包 也许我们会觉得说 准备一个紧急背包 好像用不到 可是在实际上 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要想到的是你是一个人住 不像说家里还有人 你还可以呼叫另外一半帮忙 嗯 对所以你很需要一个就是 随时可以一杯就走的轻便背包 背包里面东西不用多 你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说 你像说 可以让你跑得很舒服 舒适的鞋子 或者是够你一两天的饮用水或食物 然后包含的药品 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笑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人会写的东西 台湾人如果来写一定不会想到要写这个 可是我要跟朋友分享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独居 他有一天他在浴室里不慎滑倒 后脑勺中到流血 这个很惨 但是因为他一个人住 他找不到人 他就打电话给我 我知道这个状况 然后我当然赶快做健身车去他家 然后带他去医院 可是在我去他医院之前 他已经自己在家里 先做一些简单的处理了 他就是一些急救的 比方说先自己用 止血之类的 对 然后身体时间水 清洗伤口一点 然后等我来再陪他去医院 所以其实这个在一个人住的时候 还是真的有必要的 没错 因为我们人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现 你想象不到的危险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我很建议的 就是因为我这朋友 有我这一个很可以随时抠就可以出现的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一个人 一个人居住的 你身边要有一个一两个 就是你说是知音也好 说是可以随传随到的朋友也好 因为真的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是你最大的 这恐龙救生员 就立刻可以出现的那一种 而且甚至可能因为我跟他很熟悉 我还可以在 如果大家不能言语的状况下 我还可以代替他跟医生讲说 他的病况啊 最近病情之类的 因为这是没有家人情况下的帮忙 对所以何乔 其实你刚提醒我们的 也让我们这些可能已经独居 或者是准备要独居的朋友 特别注意 这一点就是你的人际关系 或你的人际网络还是要活络 虽然这个人际网络 可能已经不包含你的家人了 因为我们真的看到很多 在独居的朋友 他们其实都是跟家里人的关系 也许不是那么好 或者是觉得我从此以后 再也不要跟他们联络了等等之类的嘛 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更加的需要朋友对不对 而且有些人选择独居以后 他就真的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跟朋友也慢慢的断绝 断绝对 好最后我们要来谈到 是跟健康有关的 其实我觉得健康除了运动之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调整我们的饮食 那有些人因为自己一个人住以后呢 虽然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但是他可能只是一直想吃他觉得美味的东西 却忽略掉了健康营养的均衡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在书里面有建议说 其实你应该比方说你要养成有个固定的家庭医师或营养师 那你要记录你的饮食生活 一般人会觉得说 哈记录饮食生活 这不是很麻烦吗 又要写 其实他要写下来太麻烦了 不用不用不用 你会想 现在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 其实你只要把你三餐拍个照 到时候如果遇到营养师或医师 你直接划给他看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很好耶 对 不用像以前一样要记录很多东西 对而且你只要拍照拍下来 你就会发觉你自己有多么的挑食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 每天都吃同样的东西 你会怎么搞的 或者说你什么刚好吃的东西 高油高盐高糖之类的 没错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只是独居的人 我觉得就算是不独居的朋友 也应该知道 也应该要好好的来记录一下自己的饮食状况 为自己的健康好好的打下一些重要的基础 好那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 享受把一个人的生活理念之下 所写的叫做一个人的生活 那一个人的生活呢 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设计师 但是我觉得读这本书 其实有蛮多启示 比方对我来说 我就会在想 我也许应该要开始存钱来买一块地 这块地是符合我自己期望的地方 然后盖一个自己想要的房子 这个房子当然不用很大 也不需要豪华 但它正好就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家的样子 然后符合自己的生活机能的需求 对不对 对我就会觉得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 还有包括应该要跟一个宠物 开始互相陪伴那种要 也许不是人但它可能是宠物 可它也可以填补你内心的一些情感的需求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新自然主义出版社的编辑何巧 我们导读的这本书叫做一个人的生活 虽然有点寂寞却独享自在 谢谢你何巧 另外呢何巧要告诉我们 他们有一个活动对不对 对这本书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特别邀请了台湾艺术大学的 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所的副教授 殷保宁教授 他来为我们分享他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的活动是在7月23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 在金石堂信义店五楼的荣烟讲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 电话是02-2392-5338 分析转16 好今天非常谢谢何巧 为我们来分享这本书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 是评官所演唱的 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 祝您周末快乐 我们下礼拜五见 拜拜 我有一个叫做自己的好朋友 我翻阅一幕一幕的人生平凡感动 我心中收藏属于自己最灿烂天空 看着人来人往有点好奇他们的故事 一个人在面关角落里美味慢慢唱着 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 美与欢丽与何拥有才算是活的 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 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